刘培元的英文教室正确发音片第223集 欢迎赞助,请分别订阅我的所有个YouTube频道 这个视频希望大家能够英文发音到接近老外 不是不可能 像第一个香啊 不是香啊臭那个香 而是我们去拜拜 甚至点蚊香啊那种香啊就是可以点燃的香 incen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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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待会再讲它的窍门 所以英文知道我们说美语发音啊 我们不讲英国发音啊 讲美语发音 它有些窍门 那当知道了就没有什么稀奇了 那不知道的话就觉得 它为什么那个音跟我念的不一样啊好深 那就是美国的发音啊 那是因为你不知道窍门 知道窍门就没什么啊 那当你开始就算你知道窍门念对了 可是味道还不够啊 有的时候要味道 人家的母语嘛 讲几时间它有味道 它已经内化进去了 所以多练习后也可以有那个味道啊 所以第一步是先把发音 念正确 那第二个多加练习呢 还有个人体会啊 所以英文有的时候 味道那就不是一天两天啊 你发音可以马上力气矫正 可是味道啊 就像唱歌很多歌手 职业的他唱的很棒 无懈可及技巧很棒 味道不够啊 像这个乱轮啊是incest incest incest 一寸一寸是inch inch inch 这个发生什么事件呢 incid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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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门牙 incis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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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这几个字啊 一起也不用讲太多啊 一起能够把五个字发清楚 就已经很不错了 incense 它的窍门是卷一半 啊 所以我们英文发音要准啊 啊 我们讲 梅语哈 梅语发音要准啊 就是母音最重要啊 子音其次啦 子音的问题 也有一些问题倒不大 问题比较相对之下没那么大 所以梅语发音准不准主要是 母音啊 有六组母音啊 我们在英文密集里面提到六组母音啊 这六组母音就千变万化了 所以它有两个困难 第一个困难你分不清楚 到底这六个母音啊 怎么区隔 或怎么念啊 第二个问题就是 就算你知道了 可是 哪些字该发这个音 哪些字该发那个音啊 所以我们这个频道就是两个问题都解决了 第一个按照字母 一个字也跑不掉 第二个 第二个 我们把发音啊 它的技巧啊 它的窍门 讲出来啊 所以 这个A啊 有三个啊 有三个啊 一个大卷舌像蝴蝶音啊 一个是这个卷一半啊 这是刚好在中间 然后这个字母 然后这个就是字母ABC的E啊 然后这个就是字母ABC的E啊 不是字母是在放在音标里面啊 完全不选择 完全不选择 但是A A 叫人家 A你过来一下 A 不卷舌 那大卷舌 区块比较大 Apple 不要念 This is Apple Apple 念Apple Apple 那这个刚好在一半啊 这个中间也不好念 刚好卷舌卷一半 那不卷舌 就是舌头往上额去伸啊 舌头伸越直 就是越不卷舌嘛 啊 舌头越卷舌啊 越往里面伸就越卷舌嘛 啊 舌头伸的长嘛 它没办法卷啊 舌头伸的短 也没办法不卷嘛 所以这个意思 所以这些 所以各种语言啊 世界各种语言发音啊 卷不卷舌或什么东西 就跟人啊 口腔结构不一样啊 这为什么星星大象啊 猴子啊 老虎没办法发啊 因为它的构造不一样啊 这卷舌卷一半 incense 所以这要多练习 incense incense 它什么意思呢 当然我们最好 了解这个字的意思啊 最好是从英文了解 比较好啊 当然中文还是辅助一下 substance 这是一个物质啊 一个东西啊 substance this gives off gives off 就是散发出来啊 off就是离开的意思 散发出来嘛 就是离开了嘛 散发出去嘛 我们讲出去 散发出去 give off set off 放鞭炮 off就是离开啊 或者没有上班啊 休假了啊 下班这些意思 或者离开 离开这个家里啊 离开哪里啊 所以说off 或者脱离啊 这个意思就是离开了 脱离了 sweet smell 这是一个 这也不能说甜甜的啊 因为香香的 感觉上香香的甜甜的 感觉上有点接近 就是感觉上香香甜甜的一个味道啊 然后当它燃烧的时候 香嘛 平常没有点燃的时候 没什么味道 一点燃 嗯这个香 香这个味道很香 就是很香嘛 啊甜很香的感觉 the substance that gives off a sweet smell when it burned 我们看个句子 in summer they usually burn some coiled incense to keep away the mosquitoes 在夏天的时候啊 他们啊常常去啊 去焚烧一些啊 点燃一些啊 coil就是一圈一圈的卷起来的 卷起来的香就蚊香嘛 夏天点蚊香嘛 coil 所以蚊香 你不要讲 mosquito incense 那讲人家也听得懂啊 但是他比较正式的 常讲的啊 叫coil license incense 所以很多英文啊 我们觉得合理 可是那是中文式的英文 或日本人他觉得合理 日文式的英文 所以我们最好是 外国人讲什么 但外国人他表达方式也不是一种啊 就是反正是 外国人他们习惯怎么表达啊 这个我们就跟着什么表达 可能有四种五种 但没关系啊 只要是外国人有表达方式 他们听得懂 你不要自己去创造一个啊 用中文来想 来讲 来讲 来想啊 是ok的啊 可是外国人 我没有这样讲啊 coil incense to keep away keep away 就离开啊 就是驱离啊 mosketal蚊子 incest 乱伦 也是一样 角色卷拌incest incest illegal sexual relations between close family members 就是 违反法律的啊 一种 性的关系 就在 家人 family member 当然 members 拿掉也可以 family有两个意思 一个就是家庭 另外一个意思就是家人 但家人没有附属啊 叫乱伦 the incest taboo is generally universal 就是啊 这个 乱伦 taboo是晋级啊 乱伦这种晋级啊 通常是 全球性的 universal 本来是宇宙的 当然我们不能讲宇宙 我们讲世界性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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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确实是真的啊 但你说 没有啊 我们没有啊 台湾没有啊 没有乱伦啊 中国大陆也没有啊 香港也没有啊 新加坡也没有啊 但世界很大 哪里多呢 这一般人你没办法想象 非洲有 蛮普遍的 普遍到什么程度不敢讲 但是蛮多的 中东 中东 就比较落后的地方 或者他观念 他观念觉得这没有什么 所以 所以不要讲外国 中国以前也是 同性恋 同性恋很多 乱伦很多 所以我们看过 看到 历史比较知识丰富的人 就很多 不要说平民老百姓啊 老百姓也很多啊 他没办法 他没有那环境条件 就自己家人 那个 甚至说这个 这个大臣啊 皇帝 很多皇帝都乱伦啊 同性恋啊 最同性恋叫面首 那现在 那你说 那是落后国家 先进国家也有啊 你看日本 日本那个 APN啊 你干嘛 乱伦啊 家庭乱伦一堆啊 他不一定真的乱伦 可是他的 录影带就是什么 DVD有一大堆乱伦 表示他这个 这个东西他有兴趣啊 inch 他是不捲舌的 不要念inch inch 是不对 他是 感觉上短一点点啊 代耳的inch inch 这样才有味道 inch a unit of length 就是长度的一个单位 Give him an inch and he will take a yard 这有点像谚语啊 这叫得寸进尺 你给他一寸 他就会 他就会拿一码 因为外国比较 这个美国比较 他是inch inch 我们是工智 两个不一样 他比较不用公尺公里 公里他也用啊 但他们也通常用miles inch foot 这些东西 给他一寸 他就要拿一码 一码大概差不多六十公分吧 所以外国有时候 不是跑一百公尺 有时候跑一百码 当然现在 国际嘛 国际 通俗化就变成都跑一百公尺 以前就是常常跑一百码 得寸进尺 incident incident 这个 这个倒不难 incident 但是你看DNT 没有母音 但是没有母音 没办法发 还是可以发 其实他省略掉 他还是有个耳在里面 只是说 比较轻 所以他就不标出来 当然这样的KK音标 这个 表达方式是 我觉得是不对 因为他还是有母音在 母音在里面 不然怎么发嘛 incident 没办法发嘛 他 可是incident 他还是有个耳的音 所以像这种音标 看起来是没有母音 他还是有incident 只是他比较轻一点 incident Something that happens 就是有些事情发生了一个事件 The incident caused discussion to mind public 这个事件造成了大众去讨论 The incident caused discussion to mind public incisor 是萌羊 incisor 主要的意思呢 就是说 这个I 它就念I 它不念什么incisor 它念incisor 所以 英文单词 它的母音 它发音是不太规则的 你不要说这个I 全部发I的音 不一定 incisor 那这个音呢 就是放在比较后面 所以这个I 有三个音 这个是比较放在后面的 father mother 都是这个音 incisor incisor 比较放在后面一点 比较卷舌一点 sharp 比较尖的 sharp 比较尖一点的 前面的牙齿 就门牙 a human being is incisor use for cutting and knowing 就是人类的牙齿有八个 但是我们一般感觉上只有四个 四个 其实它有八个 八个门牙 所以加S 复数 用来去cutting 就是去咬断食物 还有knowing 咀嚼 但是主要咀嚼是旧齿 它主要是撕裂 a human being is incisor use for cutting and knowing 所以我们一起交五个单字 我们把它的敲门讲出来 让大家可以有个机会 学习正确的美式发音 这所15个频道 这一集讲到这里